俗话说的好啊 人靠衣装马靠安 发型拉胯全白瞎 这是我发明的 继上期 那个如何找到自己合适的风格 以及视频之后呢 找自己第二弹又来了 就是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型 一个合适的发型 可以让一个人有非常显著的 变帅的功效 啃避整容 反之呢也能让人背后默默的流泪 那就是毁容 上期咱们讲过人的五官 可以决定我们的风格 那么这条呢 也同样适合在我们的发型上 那这里呢咱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的五官呢 总体上可以分为线条感和曲线感 线条感包括 粗眉直眉细长眼 高窄鼻 薄唇尖嘴角 再加上胡子 曲线感呢有 弯眉细眉 圆眼 低鼻矮鼻 圆顿鼻头 后唇圆嘴角 再加上布柳胡子 线条感偏向于成熟 还有风格比较硬朗的这些发型 比如说复古油头 Undercut 打背头啊等等 曲线感呢就适合比较有少年感 浪漫七七风格的发型 比如韩系的那种 斜刘海啊中分啊 日系的素感的发型啊等等 对我们发型印象比较大的 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脸型 那这脸型说起来就复杂了 比如我们的脸 有宽度 还有长度 下巴呢有圆形 有方形 有尖形 再加上头形的搭配 头形的不同 是否能包住你的脸 各种搭配 各种组合 变化非常之多 咱们这里就粗略的 大概说一下 以后有机会再细讲 先看你的脸是偏长形 还是偏短形 如果你是偏长的脸型呢 你更适合把刘海放下来 两边两侧保留一定的长度 一定的发亮 这样呢在视觉上 可以缩短你的脸型 那如果你是偏短的脸型呢 你就更适合把刘海梳起来 如果头两侧 线条比较流畅的话 你可以把两侧修的相对 更短一些 甚至是全推上去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为了拉长你的脸型 那一个是简短 一个是拉长 都是为了达到 视觉上的一个平衡 其实在这里呢 留胡子也是一样的 有的人适合留山羊胡 加上上唇须这种组合 也是为了拉长脸型 有的人呢 可能更适合于 坐腮胡啊 或者脸颊上的胡须 也是为了修饰你的脸型 让你的脸可能更拉长 或者是加宽 让脸型更加流畅 那另外一个影响发型的呢 就是年龄了 不同的发型 不同的气质 是不一样的 有的偏成熟 有的偏少年感 有的阴柔 那你的年龄选择了错误的发型 那真的让人一言难尽啊 比如说你三四十岁了 你还去留着一个 七刘海锅盖头 又或者说 你可能十几岁不到二十岁 输着一个复古油头 大背头 那真的是怎么看怎么为何 和你的年龄严重不符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穿衣的风格 合适的穿搭 配上合适的发型 整体的风格才能统一完整 比如阿美卡基 美式工装 都市牙匹风 那大背头啊 undercut呀 还有些短发 还有那种西装头 就很合适 那如果你喜欢日系韩系的风格的穿搭 那你的发型也尽量选择 偏日系偏韩系的发型 那还有一点问的比较多的 就是很多人会问我 各种问 发自信问 留言问 帮我看看我能不能留长发 我是什么什么特点 我能不能留长发 不管你是什么特点 什么风格 只要你不脱发 你都是可以留长发的 就像短发一样 你不管你什么特点 你短发都能留吧 你想留就留 你只要喜欢 你留就行了 短发当然它也分 有很多种 有寸头 圆寸 有毛寸 还有飞机头 男士侧分 什么 这都是短发 有各种各样的短发 去适合各种各样的特性 长发其实也是一样的 长发也不光是劈下来 或者不光是丸子头 不光是环蚁边 各式各样的打理方式 各种各样的造型 搭配不同的特点 不同的脸型 都是可以搭配的 可能有的人扎完头会不好看 比如说发现太高 或者是两边这个颧骨太高 太阳穴凹陷 可能扎太紧不好看 但你可能通过 把它扎松一点 蓬松一点 就会修饰你的脸型 实在不行了 你可以把刘海放下来 做一个偏分 做一个其他的造型 我认为 只要你不脱发 只要不是太胖 其实胖也不是问题 只要你喜欢 都是可以留长发 不要认为 必须有特定的脸型 特定的五官 特定的身高 才能留长发 只要你想留 都可以留 那总结一下吧 就是合适的发型 取决于你的五官气质 加上可以修饰你的脸型 加上符合你的年龄 再加上和你的穿搭配套 如果你就是喜欢某一种发型 就是想去尝试一下 哪怕和自己的特点 有些不符 有些不搭 那也没关系 是就对了 自己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不用过度在意 别人的目光 别人的想法 没准你为了这个发型 也会换自己的风格 也不一定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个人的喜好 个人的气质 也会发生变化 但脸型基本上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大方向上 看我们的脸型 细节风格方向 看其他的个人条件 来选择适合的发型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 比较稳妥的方式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希望你们能在 变帅的道路上 更进一步 咱们下期见 拜拜